各位朋友 欢迎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举行的 华盛顿州工薪家庭退税计划的线上说明会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 就是国税局的联邦所得税的一个税收抵免 那这是主要讲的内容 如果我们时间有的多的话再跟大家介绍 就是在线上填写华盛顿州工薪家庭退税计划怎么填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照以往的惯例 就是对这个WFTC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就是有一个overview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那 那华盛顿州工薪家庭退税计划呢是 就是2021年 华盛顿州州议会通过的一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是1297号法案 他们就是要给华盛顿州中低收入的家庭 发一些钱啊 那么目的就是刺激当地的经济活动 促进种族平等 为财务稳定和社会福祉提供支持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华盛顿州是不收州税的一个州 所以呢它不能够在你报税的时候就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报税 所以需要大家自己另外申领这个 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申领这个政府的经费 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 是全华盛顿州37个获得授权推广的组织之一 那就是总的来说 公薪家庭退税计划是向符合资格的个人或者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主要基于收入水平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申请是今年的2月份已经开放 那预计有40万个增低收入的家庭会受益 那符合资格的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你一年里面就是2022年 一年里面在华盛顿州要居住一半以上 也就是183天 您的收入 您的年龄是在25岁到65岁之间 或者2022年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 那您使用社会安全号或者纳税人识别号码 提交了联邦纳税的申请表 那么在国税局的报税申报表上面 是有资格获得联邦所得税的抵免的 那么具体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联邦所得税抵免呢 我们今天会讲 那还有呢 对收入也有要求 就是说如果你有三个或者以上的孩子 而且是夫妻联合报税的 那你的收入如果是在59,187美元以下的 那么你最高可以从州政府获得1200美元的退款 那就是这里我们是有一个表 那如果没有没有孩子 你的收入低于16,480美元 那么你最高的退税额是300美元 那如何申请这个华盛顿州工薪家庭退税呢 就是请大家访问网站 workingfamiliescredit.war.gov 也就是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这是网站上可以申请 还有是通过书面申请的材料 那书面申请材料可以 也是同样这个网站可以下载 或者就到当地的收入管理部 department of revenue的当地的办公室去领取 或者就是通过那个报税软件 或者报税的服务单位提供商 那么这些呢 在我们网站上面 我们电台网站上有链接 可以到这个链接上去使用这些软件 或者寻找这些免费帮你报税的那个服务商 那怎么联系 如果有问题呢 就是可以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或者发电子邮件 dorwftc at dor.wa.gov 或者打电话360-763-7300 如果要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联系 那么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的邮件是cisradio.com 电话是206-619-8698 那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整个华盛顿州 公新家庭退税计划的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今天呢 我们就进入正题 就是联邦的所得税几免 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各位就是我们的 今天参加我们说明会的工作人员 有Jennifer还有雪涛 那你们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 随时说就好了 那现在呢 我向大家分享 就是工作所得税 就是联邦的报税的时候的 那个收入所得税的几秒的要求 那首先那个工作的所得税呢 是一项联邦的税收的抵免 也就是tax credit 他这credit实际上就是钱 因为他比如说 你应该 你比如说你应该 不应该交税 或者说 或者说 不应该交税 但是那个税务局给你200块钱 tax credit 那么这个就 200块钱就退给你回 那还有比如说 你如果应该交1000块 那么给你800块的tax credit 那实际上你只需要交200 那么他的差别800块就是 实际上就是钱 所以这个所谓抵免就是 退税 退的钱 那他是可以帮助这个中低收入的个人 或者家庭能够获得税收的减免 那如果你是有资格获得这个联邦的 那个收入的税收的减免 或者说退税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退税的数额来 可以一个是少或者是少交税 或者是增加退税的那个金额 那有的人说 为什么这个tax credit 就是联邦的那个报税的tax credit 对工作家庭的税收抵免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因为州政府的这个 公薪家庭退税计划 他是匹配那个联邦的 那个税收抵免的规则创建的 那有一些要 有一些的要求是要求他们符合 如果你联邦的符合 那么州里面的也就符合了 所以呢他有很多是 他们是match的 那如果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也会讲到 就是有的联邦拿不到这个credit 或者说退款 但是在州里面会退给你 这样子 那什么是那个 就是国税局的那个 收入的税收抵免的 或者工作所得的税收抵免呢 它是联邦的税收抵免 那帮助那个中级收入的个人或者家庭 或者税收 税收抵免 那我们刚刚讲过 那谁是有资格获得那个联邦的那个 收入的那个税收抵免呢 那就是跟所有的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收入后 收入调整后的收入啊 就是调整就是adjusted gross income 就是税前收入 就是调整后的税前收入 或者说taxable 就是可以纳税的那个 那个 税前收入 它也是由于根据你不同的 就是符合要求的孩子 要求不同 那么如果是已婚共同申报 有三个或者以上的孩子 那么这个总收入 就是taxable的就是毛收入啊 要低于五万三千零五十七美元 那如果没有小孩 那么 也是已婚共同申报的 那么 这个 这个要求 是 一万六千四百八十美元 这个其实那个 国税局的那个 国税局的网站上面是有的 所以呢 它是各种类别 就是不同的孩子 对这个门槛是不同的啊 那么 如果 在 如果在申报到期或者延期之前 还要有社会的安全号 就是这个 这个有要求 就是有social secret number 那么 就是如果是跟配偶分居 没有 没有共同申报 那么也要符合某些要求 然后就是要有这个tax credit要求是 美国公民或者是外籍居民 外籍居民我的理解是绿卡 对吧 就是如果没有绿卡 可能这个机免或者税率 tax credit不会给你啊 那还是 我补充一下 外籍居民有两个那个条件 一种是他是绿卡人 还有一种是满足了居住的条件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一下 就是 居住条件也是的是吗 对 工作签证这个也是的是吗 他除了跟移民相关以外 还跟他的居住天数有关 好的 那还有是就是国外收入 不能有国外收入 就是说如果有国外收入 那么你要添那个2555表格 那你的投资收入不能超过 10300美元 另外呢还必须有收入 那这个跟我们上次讲 我们的working family tax credit 也提过就是 你得有收入啊 就是啊 那还有是必须满足以下两例当中 任何的规则 就是如果你要符合资格的孩子 那么要遵守以下的规则 就是什么是符合资格的孩子呢 这不一定就是子女 不一定就是亲生的子女 就是那么有一些 有几项检验 我们接下去会详细的谈啊 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 是符合规则的 那再一个是符 如果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父母是离异的 那可能两个人都想 把他当成那个 dependent来报税 那么那是不可以的 最多只能要一个人 一个人报税 如果两个人都报税 那么税务局 可能会来查税啊 要audit 那另一个是你自己 不能是别人的那个 你自己不能是dependent 所以呢这种就是 比如说四次同堂 五次同堂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复杂 对吧 所以你如果自己是别人的dependent 你就不能claim你自己的子女 做dependent 做符合资格的孩子 或什么东西 那如果没有符合资格的孩童呢 就是就要这个年龄 要求就是25岁到65岁之间 然后另外也不能是 其他人的社富员人 如果你想拿这个tax credit的话 就是退退税的机面的话 那就是然后呢 还有就是居住要半年以上 具体的收入呢 就是我们前面前面讲了 就是已婚共同申报是 59,187 那么如果单独申报是 53057是吧 如果是三个以上的孩子 那就讲到没有孩子的话 就是已婚共同申报是 22,610 单独申请申报的 是16,480 那如果你超过这个数额以上呢 就是就没有资格拿到 那个随所抵免 下面是那个适合所有人的规则 就是一个是预值啊 收入预值 就是调整后的毛收入的预值 那你必须要有有效的社会安全号 或者是个人纳税的识别号 那如果你和配偶分居没有提交共同申报表 那也要满足某些要求 然后 全年都要是美国的公民 或者是外籍的居民 不能提交外国的收入的表格 所以还有投资数也不能超过10,300美元 必须有收入 那下面这个表呢 我们刚刚其实 总的来说讲过 那么这个我们继续讲一下 就是对收入的要求 这个预值啊 就是三个或者更多孩子呢 你的如果联合申报 那么共同 他的收入的预值是59,187以下 如果单人 single single有的人问 就是我说household household 就是一家之主 是吧 household的owner 还是吗 不就 就是说一家之主的这种 就是一家 所谓一家之主 就是说 他可能 有个孩子 但是 没有共同联合申报 这种算 head of household head of household 就是说一家之主这种 一家之主我觉得是 造single来那个 造single来申报的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single 因为你 你不让这个孩子 你怎么弄呢 你有孩子 你又是那个 那你肯定是 你没有联合申报呢 你就是single嘛 对吧 所以一家之主也归在这里啊 那么 如果没有 没有符合资格的孩子呢 如果是没有联合申报 那么收入的预值 就最高不能超过 16,480 如果你是已婚联合申报呢 收入要求不能超过 22,610 那这个在报税的时候调整后总收入 AGI是1040表的第11行 那么总收入减去特定调整 或者扣除后的计算结果 是纳税的基础 就是说taxable income 就是有的人比如说 你的毛收入 比如说是3000块 但是做股票亏了1万块 那你的是不是不交税啊 就是 基本上是不交税 因为他每年 比如说做股票 他最多给你扣的是3000块 就是你你就算亏了100万 最多给你减免3000块啊 就是 然后你的 你的就是总收入 就会减去这3000块 然后剩下减出来的 才是你的 就是调整的毛收入 那么 如果你的 你的毛收入 就是调整后的毛收入 高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 这个表里面的预纸的话呢 你就不能拿到 那个tax credit 就是不能拿到 那个国税局的 那个低免 社会安全号啊 那我们 社会安全号呢 就是我其实很多人都有 大多数 我想大多数人都有 然后呢 可以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 就是美国授权你工作的 那只要你被授权工作 就会给你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呢 这个就 你不是公民 也可以有社会安全号 所以呢 在 就是 国税局那边呢 他要求有 社会安全号 如果没有社会安全号呢 你这个至少 tax credit 不会给你啊 那么 与配偶分居 但是没有共同 申报呢 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 前面讲过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一家之主 这种情况 就是实际上是单独申报的 对吧 那么 他有什么要求呢 就是 最后六个月 就是2022年 最后六个月 没有跟配偶同住 那么 或者是 根据州里面的法律 如果是 协议分居 或者 合法分居 那么 只要 不是 最后半年了 那么 是2022年 年底 没有跟配偶 一起居住 那么 这样就能够 符合 就是与配偶分居 但是没有 共同 申报 那么 第四个 要申请 这个 国税局的 税收 抵免呢 就是 您和您的配偶 必须是 美国公民 或者是 外籍居民 那刚刚 雪涛 那个 补充了一下 外籍居民 他 不一定 非要绿卡 就是 你如果 居住的时间 符合要求的话 那么 也是可以是 外籍居民 所以呢 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 申报 那一年 以要求 至少六个月 在美国居住 而且呢 拥有 社交信号 然后呢 或者是 有 有 有效的 Souch Squid 那么的 美国公民 如果 您或者您的配偶 在纳税年度 任何部分是 外籍的 非居民 那么 就是 有几种情况 一个是 外国公民 或者 外籍 外籍居民 那还有 如果 您或者 您的配偶 不符合 既不是 美国公民 也不是 外籍居民 的话 那么 要符合 下面的 两个条件 之一 一个就是 您或者 您的配偶 当中的 一个人 是 美国公民 就是有 有效的 Souch Squid Number 另一个 或者是 申请的 那年 有六个月 至少六个月 就是 也是183天 对吧 在美国居住 并且拥有 有效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外籍居民 所以 那 有的人 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么 那怎么办呢 就是 要申请一个 叫IT 就是美国国税局 签罕的个人 纳税识别号 具有 拥有IT的个人 没有资格 申请 那个 联邦 就是 国税局的 税税纪免 但是 在华盛顿州 是能够拿到 那个 退税 退税的 所以呢 这就是 州里面的 就是Working Family Tax Credit 跟联邦的 就是 工作所得 税收抵免的 差别 那还有 规则就是 国外收入 跟 工作 工作所得 税收 击免的 要求 就是 如果你从国外 赚取了收入 那 你就有资格 使用 这个表 叫2555表 那么 就会从你 总收入当中 扣除 然后就 如果你提交了 2555表 就不能申请 那个 就不能申请 所得税 的 税收几免 就是 那就说 这个 其实我相信 做 就是 报税服务的 对外国收入 它是有一些 就是 要求 就是 如果有 外国收入 要填这个 2555表 那 还有就是 如果在国外 银行账号上 任何时候 你的 你的收入是 就是 账号上的 呃 就balance 就是 数额 如果超过 一万美金的话 都要申报的 不然的话 呃 就是一个 violation 就是 呃 违反 那个 呃 税收 税收法的 啊 那么 所以 我们 我相信 就是很多 华人 他们 在国内 如果有账号 那但是你账号上 如果 任何时候的钱 超过一万美金 比如说 超过七万人民币 那么 呃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你在报税的时候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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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一下 说我这个时候 呃 有一个时候是 那个超过的 那么 要提供具体的信息 但是你如果 说我不符合 那么 呃 这样就过去了 好 那这个投资收入的限额不能超过一万三千美元 那么 呃 这个其实数字是不高的 但是呃 一万零三百 呃 一万呃 一万零三百美元 呢 这数字是不高的 那 人家 其实是 造什么概念 就是比如说 呃 因为我不知道这数字怎么定的 就是说 大多数人可能 你就能挣个 能挣到百分之十左右 那么你至少 至少有十万美元在里面 那么说明你钱还挺还挺多的 就用不着这个这个呃 国家给你抵税啊 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华盛顿州现在也通过了一个法律 就是如果你的投资收入超过二十五万美元 那么州里面还要给你呃 怎么 耗羊毛对吧 耗掉百分之七啊 所以 因为这个 看我预计华盛顿州一年能够从里面 呃 这个 投资税里面 就是能够收到五亿美元 所以有 因为有一些人也很有钱 但是他们交的税比较少 呃 如果 如果从他们身上最好点 耗毛可能 能够 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息 呃 住属这样子的话 能够 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一点 不能富得 富得太富 穷得太穷 对吧 那什么是投资收入呢 就是他包括这个银行利息股息都算的 然后呢 资本所得 那资本所得呢 这个 这个就是 呃 比如说股票啊 或者什么 你这个 呃 其他的投资 比如说你投入到这家公司给你分红也算了 那个人财产特许 特许全的使用权和租金 比如说你有房子 呃 租给别人 收的租金 那这个也是算的 呃 那么还有是被动的活动 比如说房屋租赁啊 有限 LLC啊 这种企业的收入 好 那 必须有收入 那这个就是呃 联邦呃 联邦国税局 那个呃 工作收入所得税的另一个规则就是要求必须有收入 你不能领收入啊 那么收入 呃 它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联邦税的工资呃 预扣了联邦税的工资 薪水小费 那还要是打零工的 他就没有预扣预扣税 那直接给你钱了 这种是没有预扣税的工作收入 呃 自雇工作收入 工会办公所的呃 退休年龄之前的残附利 然后免税的就是 combat pay可能是到海外去打仗 比如说呃 那比如说有的人志愿到乌克兰去当志愿军 那可能他们是给钱的呢 这个可能免税 呃 但是那个是算算算你是不是超过一万零三百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收入不包括 就是你只你你是只是吃利息的或者吃社会保障金或者赛养费 自己抚养费的但是没有别的工作 你有收入 但能不能从政府拿钱呢 是不能拿钱的 呃 就是说的 tax credit不会给你 啊 那就是有一些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对小孩 什么样的小孩是符合要求的小孩 有几个方面的检验 那这个叫关系的检验 实际上有四个 嗯 符合资格的儿子 子女 或者孩童啊 孩子的那个检验 有四个方面的检验 那一个是关系的检验 关系的检验就是说 可以是子女 就是儿子女啊 还有是继子女 就是因为 因为结婚 但是呃 这个婚姻的前一段婚姻带来的子女 就是配偶的婚姻 就前一段婚姻带来的子女 还有领养的子女 就是adopted的 对吧 adoption 那比如说有的人到中国去领养子女 或者什么 啊 呃 或者他们从任何人的后代 那这就是下一代 就是隔代了啊 就是嗯 grand grandparent或者grandchildren啊 那么还可以是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 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继兄弟姐妹 或者他们中的后代 那这也是呃 下一代 但是呃 但是也是呃 关系要符合的 但是不能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捡来的或什么 但是你没有合法手续的问题 不行 那年龄检验 那年龄其实是他有 他有三 他有三个检验 一个是如果呃 没有上没有上大学的 那么他要在19岁以下 未满19岁 那还要是比你自己小 那这种情况其实 人家说都太奇怪了 你你的小孩肯定比你小呢 就是如果是婚姻 一种比如说领养的 或者 季子女 那么呃 有有这种可能就是呃 这个孩子会比呃 自己大 那这个呃 所以他补充一句说的比较 比较全啊 那还有就是如果在上大学 那么呃 学生的那么呃 到年底要未满24岁啊 年底未满24岁 那还要是不管年龄大小 一年当中任何时候 嗯 就是永久 跟完全残疾 那他是这个政府对残疾人的一种 照顾的一个 一条啊 所以那这是 如果是残疾的 那么年龄就没有没有要求啊 那居住地的检验就是 在美国一年要生活一百八十 共同生活一百八十三天 以上 嗯 如果没有生活 一百八十三天以上 即使你付了全部的 全年的费用也不能 申请 那如果是共同申请的检验呢 他就说 这个孩子没有提交过税局 共同生 嗯 共同纳税的申报表 嗯 那么 或者是正在提交的2022年 共同申报表 目的只是 为了申请退还 预扣所得税 或者已交的 预估税款 啊 这个 这个讲的比较模糊啊 然后就 差不多 这个意思啊 那 有 有这个 的 孩童 还有一条规则就是 这个 有这个的孩童 不能被一个 以上的人 嗯 申请抚养 那么 如果一个孩童能够 成为多个人的 合格 儿童的检验 那么 只是其中一个人 可以将他 视为合格的孩童 嗯 就是我前面也讲过 就是 如果是 离异的这种情况 可能两个人 因为有 tax credit 可能两个人都想 将孩子作为 那个dependent来 嗯 就是 声称 然后呢 就 嗯 就是像 报税 同时报税 这种情况是 不允许的 只能有一个人 嗯 做他的那个 可以 将他视为dependent 或者说 合格的 孩童 那还要是 就是你自己不能是 其他人的 符合的孩童 那么这个 在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 几代同堂的情况下 就是说 你自己如果 特别是 符合这种要求 比如说 24岁以下 但是自己又有小孩了 那你 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又是别人的dependent 然后你又要claim 自己的小孩 作为那个 dependent呢 这种情况是 拿不到 拿不到tax credit 那对年龄要求呢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 纳税人 必须要有25岁 以上 65岁以下 那 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 你不是 你不是 其他人的受抚养人 那个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你在 表上面 勾选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 声称你自己 也是 其他人的抚养人 如果你声称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够 申请这个 随手的级免 然后呢 你也不可以是 其他纳税人的 合格的 奥养孩童 即使是 就是 即使是 已经没有说 你是他的 那个 怎么说 就是 他们 把你当dependent 但是 即使没有勾选 但是呢 还是符合要求的 那么这个也不可以 那这个跟年龄有关系 就是有的24岁以下 他可能已经工作了 但是他的父母 可能 他父母也是纳税人 或者什么东西 那这种情况 他还是不能够 申请这个 税收击免 那没有 就是符合资格的孩童呢 他这个要求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 居住在美国 就是你必须 在美国居住 半年以上 才能够 才能够申请 工作所得的 税收击免 那如果 那如果你是在美国 在美国 他是怎么样 才能算 在美国居住 半年以上呢 就是说 美国50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就是 在美国的属地 是不算的 关岛 不多离各不算 那么 你的家 可以是经常居住的地方 甚至是 homeless的那种 shelter也算的 就是你是 如果 如果没有一个 permanent home address 你是 就是 只是住在 无家可归者的 那个 帐篷里面 或者收容所里面 那这个也算 住在美国 那长期住在 境外的现役军人 那这个也是 可以申请 那个 联邦署的 工作署的 的 随所 级免的 那么 是 可以被 视为 住在美国境内 但是 这个规定 对 华盛顿州的 那个 工薪家庭的 退却 计划呢 是 是不算的 就是 好 那对工作所得 那这个 数额呢 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几次 就是 你的收入 是指 工资啊 薪金啊 小费啊 或者其他 其他的 反正是收入 然后 这里面有一个表 那么所以 这个表 其实跟 那个 我们 华盛顿州的 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呢 基本上 差别不是很大 就是 如果是你单 个人 个人申请的 就是个人申报的 那么 没有孩子的 那么 你的 收入不能超过 16,480 如果是 已婚的 然后 有三个 或者更多的孩子 那么 已婚联合申报的 共同收入 不能超过 59,187 如果 如果超过的话 就没有 那么他就是 在我们这个表 上面就有 零个孩子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三个 或者更多的孩子 那么 还有是 单人 申请 或者说 head of household 或者说 上偶的 或者是 已婚联合申报的 那这个 然后呢 还有收入 所以是 三维啊 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数字 那么可以查一下 就是你的收入 是不是符合这个要求 能不能拿到 联邦的 跟那个 那个 还有 州里面的 这个 那还有一些人 就是有一些情况 就是数年里面都不能拿到那个 工作所得的 税收几免 那 这些呢 就是 是 是怎么情况呢 就是你最好 因为美国的税收 tax law 就是 税收法是最大 就是他 他能管你 而去 管得很严 所以呢 你在 报税的时候 如果犯了错误 或者出心大意 或者无视 无视这个税收申请的规定 导致 出现错误 或者什么的 那么被 国税局 积累一笔 那么 以后 可能就 至少两年 就不能申请 那个 税收的抵免 就是 就 国税局 就不会给你退税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 不仅仅是错误 可能是 说难听一点 就是可能是犯罪 然后 想欺骗国税局 然后 被 被认定的是非法 或者欺诈 那么 这个惩罚 就不是两年 是十年 十年不能申请 那个 国税局的 税收抵免 那 这就是 我 简单的 这个 介绍一下 这个 联邦 国税局的 那个工作所的 的税收抵免 的一些 一些规定 那么 两位 有什么补充的话 就是 就是 欢迎指出 现在只有一位了 好 觉得还比较完整的讲解了吧 那反正现在还有十分钟左右 我就把那个网上的一个助手 给大家share一下 好的 你就要把我的screen sharing给able一下 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吧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 就是显示你 就是帮你看自己 有没有资格 获取 这 一个是 今天讲的工作收入 工作 税收抵免 另一个是工作家庭 税收抵免 是华州的 第一个链接 指向的是一个 国税局的网站 它这个assistant 是有中文版的 WFTC 这下面这个是华州的税务局的一个网站 然后是英文的 那我们现在就点进去看一下 到了这个IRS的网站以后 这个翻译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EITC 然后它告诉了我们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通过这个表来看 你是否有资格申请EITC 然后它会综合 刚刚我们讲到的各种条件 包括有没有符合条件的子女和亲属 然后如果能够得到退税 抵税的话 优惠额度的是股算是多少 还有包括你是单身 还是已婚联合报税 这样的报税身份 那么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需要把自己相关的收入和支出的表格准备好 然后因为在填表的过程中会问到 那么点击这个使用助手来到这一页看一下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流程呢 它比较清楚的展示了就是所要问的一些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花了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讲的这些申报的条件 它会一一的都囊括在这个助手的这个问题环节里 那么一般信息 它先问的是你想要核实的是哪一年度的EITC资格 那我们就设想是去年的 然后他会问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身份问题 就是检验你是否是报税居民的这个身份 主要是看你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否是外籍居民 如果你对这个定义还有疑问的话 可以点这个小问号 他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具有绿卡或者在美国居住超过一定时间 就会被视为外籍居民 这个居住超过的时间 我们上一次具体的讲过 就包括从报税之前数三年 连续三年以内超过居住的天数 它的那个就是加权的核超过了183天 以及如果你是学生 比如说你就会需要居住 拿F1签证的需要居住五年以上 对就是有些细节 您如果不太清楚 可以翻回去看我们之前那一档节目 那么我们就选试 然后跳出来的问题是 您是否具有已经签发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也是试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任何时候填否的话 你就会直接跳出这个表格 因为就它会直接告诉你 你没有资格申请eitc 那我们一直填下去看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个下面这个问题是 是否申请过申报过2555表 就是具有国外收入 如果是否 应该是否 如果是是的话就跳出了 然后问其他人是否能够将您申报为受抚养人或符合条件的子女 依然是否 然后看您的年龄 这个地方 跳出来 看您的年龄范围 我这天我自己办 25到64周岁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就统计完了 点击下一步就进入到报税状态 他会问你现在是否知道您提交2022税项时的所使用的报税状态 那么我们选是 这个报税状态就包括了您的身份 单身户主 符合条件的未亡配偶 已婚联合申报和已婚单独申报 这个filing status我们在第二次session里讲过 他们选择联合申报 您的配偶是否在报税截止之前具有SSN 是的 您可以为其进行EITC申请的子女或其他亲属的人数 这个我们刚刚才讲过就是 比如说如果是离异的家庭 是父母双方都可以申请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反正如果您能够为他申请EITC的子女 只能在您这里接受申请 就不能在离婚配偶的另一方那边进行了 那么有一位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需要您估计自己的收入的一些填报项目 看起来是比较复杂 但是主要的涵盖的范围就是您的不同的收入 以及不能作为收入的其他的进账 还有一些就是能做调整的支出 那么我们就简单一下 就是选择最常见的这一项 具有那个可以抵扣联邦税的工资薪水或小费 然后他要你填写一个数目 这个其实W2或者1099表上都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因为这个我选择的是联合申报加一个小孩 他在那个他的那个预值是大概4万多 联合申报好像是4万9 那我们来写一个5万吧 看一下 这个地方他就显示了 你没有资格继续了 因为您的调整后总收入是5万 那我们把它改成4万看一下 4万的话这里是可以跳转的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刚刚在临界点以下的这个整数 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下一步会问你有关符合条件的子女的情况 首先是您的子女是否与您在2022年 共同生活超过183天 是 有人能为子女申请EITC吗 其实如果超过一半的时间 多半只有您可以申请了 因为在另一方那边的时间达不到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如果点试的话 他还是可以进行的 就是他会问你 因为如果另一方可以申请子女的EITC 那么你其实还是可以申报 只是你不能 作为拥有一个子女的这种情况申报 你可以作为没有子女的这种情况申报 但是如果你依然想为子女进行EITC申报的话 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他会问到这个关于子女联合申报的 这个是其中的四个条件 我们刚刚讲的四个条件之中的一个 那么并没有结婚 好的 然后是否残疾也是会影响到他 在什么样的年龄可以进行申报 是否残疾 然后最后会问你 关于您和子女和您的关系 就是孩子最常见的情况 2022年底子女有多大 未满18岁 子女是否拥有SSN 是的 好 经过这一系列的填写 孩子是符合条件的 那么这就更加confirm了 你可以作为已婚联合申报同时 claim一个小孩 最后您的结果 这样算出来 它的估计值是可以退 这个地方因为是国税局的这个EITC 所以它是超过1200美元的 它是一个另外核算的一个数字 1540 那么它接下来的一些其他的就是希望您能报税 因为您可以申请 就是这个助手主要是帮助您了解您是否具有资格 以及一个大概的股值 所以之后您就可以后续步骤就是进行这个申报 这是简单的关于EITC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再花两三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华州的WFTC的这个助手 这个就只能是英文版的了 在这个地方点击看您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他有一些大概的介绍就是他会说这个助手是只是提供信息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如果您进行了这个股算的话 他给到的都是一些股计值 如果然后在您确定要申请这个抵税的时候 需要一些更多的细节的信息来确定您是否符合要求 就是说它是个roughly的一个estimate 一个比较粗的估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条件就是居住的时间条件 这个我们有一位我们群里有一位刚刚才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他在七月份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从华州搬家到加州了 那么这个就可能是属于刚刚好满足居住半年的条件 那我们选择是 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否已经file了国税局 就是联邦的退税 因为这个华州的工作家庭抵税是要基于已经提交了联邦退税的 需要一些比如说1040表上的一些数字来帮助你完成 所以我们选是 第三个问题是同样也会问你就是报税的状态 简单一点就是已婚联合报税 然后他会问你符合条件的儿童的个数 这个地方他没有像国税局那边 问的那么细致就直接问你有没有了 然后这个地方 联合报税有一个小孩那么有一个预值的问题 不能超过这个预值 所以我们选择是 最后问你了一系列关于比较常见的 和这个申报资格相关的一些问题 包括是否有收手是否有itting 然后是否有收入 从工作或自雇的当中得到收入 以及是否你和你的配偶 如果联合申报的话是否是其他人 报税的受抚养人 他这里说的是不是受抚养人 那么勾选的话就实际上是说 我并不是受抚养人 然后是否具有不超过 10,300美元的投资收入 那我们把所有的都构选为是 才能继续 所以他最后给你的估计是 能够得到最多600美元的抵税 因为除了这些以外 还需要一些细节的问题 来确定在这个预值范围内的 具体的退税的数 那么好 大概我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我们华盛顿州 贡献家庭退税计划的 网上信息说明会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参加 我们下次下个周末再见 谢谢大家